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貌明显比身边人要浓密 他们性格外乡 乐观开朗 每天都是充满阳光的 也善于去结交朋友 他们给人一种异于亲近的感觉 仿佛没有一个人是陌生人 这也给他们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他们正财的收入并不算高 但偏财运势却非常好 每次都是朋友给一点信息 然后他们照着去做 很大可能赚到钱 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礼尚往来 一定不会让别人在自己这里吃亏 所以每次也都不会亏待朋友 这也是他们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最大缘由 身上有鲜骨的人脸部突出健康指数高 身上有鲜骨的人比较注重养生 他们对健康的投资力度非常大 也因此舍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们清楚只有身体好了 才能方便地做其他的事情 平时喜欢锻炼身体 也会注重饮食 最重要的是有着规律的作息时间 从来不会受到网络的诱惑 每天到了时间一定会休息 有非常好的习惯 他们相信劳逸结合 疲劳战术是做不成事情的 只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糟糕 在疾病和意外面前 他们也总是能够成功地脱离 每次都能和意外擦肩而过 身上有鲜骨的人 身体宽大 桃花旺盛 身上有鲜骨的人 一直是烂桃花的代名词 他们非常受到别人的喜欢 因此有很多崇拜他们的人 每天都会有异性的追求 他们性格非常好 幽默风趣好接触 能力也很突出 从各方面说 都是完美恋人一样的存在 有桃花是好事 但桃花运太过旺盛 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一定要好好甩选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个 也选择最合适的那个 不要在犹豫中浪费了很多机会 也不会因此就胡乱地选择 这是对自己 对别人的严重不负责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 有鲜骨就表示是神仙转世 那体现在男女身上 都有哪些面向特征呢 大佬为你具体讲解 一 神仙转世的男生面向 面向是我们见人的第一印象 它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 从面向中可以看出人们的性格喜好 和人生运程的变换 有的人甚至为了有个好面向 通过各种偏方甚至整容来调整 可见其重视程度 有的人生来面向就很好 一生过得顺心又发达 有别人几辈子都得不到的好运 那么这样的人面向有怎样的特征 下面就来说一说 男神仙转世都有哪些面向特点 额头在脸部占比位置很大 从一个人的额头光亮和位置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感情运势 男子额头位置饱满 圆润且额糖高折 他们是很重感情的人 热情而认真 在青年时候受尽异性崇拜 桃花孕很好 在婚后对自己的妻儿非常好 日后的婚姻生活也会很幸福 他们需要注意的是自身的健康问题 虽然他们这是神仙面向 可以给家人带来好运 但容易使自己受病痛困扰 一德三高 因引起重视 二 眉毛高扬较为浓密 眉毛浓密的男人很多 但若是眉毛整体向上扬起 且较为浓密的 那是男神仙转世的面向 这样的长相注定不同寻常 他们往往性格沉稳 做事情很有追求 可以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家人 喜欢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贴贴 但这样的人也比较强势 他们决定了的是 很少有人能劝他们的改变 在和家人发生冲突时 不懂得退让 有很大的弊端 三 眼睛修长且有神 眼睛是看一个人面向最为直观的地方 若一个男子眼睛修长 而且很有神气 那是聪慧 洞悉事物敏锐的代表 这样的男人往往很狡猾 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独到的想法 让周围人无法理解 但他们的事业 还是爱情 都很容易成功 好像在命理中 有人帮助一般 总的来说 眼睛修长又有神 也有不少人说 这是男神仙转世的面向 如果碰到了 应该好好珍惜 四 嘴唇饱满且长 神仙转世的男子 嘴巴一般都较大 唇部饱满且外形清晰 他们这样的人 是算是很有福气的人 生下来有上一辈人 留下的丰厚家财 过得比别的孩子轻松 唇部丰满的男子 通常性格很冷静 他们很有自己的主见 但是不太善于表达 在工作后受领导赏识 一路升官尽财 而且他们的长相很旺期 两人只要配合得好 日后的生活会一帆风顺 二 神仙转世的女生面向 很多人生来家里财富就很多 可以保他们一生 过得衣食无忧 有着旁人羡慕不来的福气 好像是神仙转世 一生都很顺遂 且会给周边人带来好运 他们这样的人 做什么事运气都很好 天性友好 喜欢帮助他人 女神仙转世的面向特征 一 耳垂柔软且较厚 女生的耳垂柔软 外公中正且又厚又大者 是财运很好的象征 他们这种人从小就很聪慧 受家人朋友喜爱 一直过得很快乐 在工作后勤恳地做事 行动力强 而且有自己的想法 事业线发展很好 要注意的是 在忙于自己工作的同时 不要忘了自己的感情问题 他们的情运是很好的 但要认真辨别 是不是好桃花 他们这样的人日子过得很不错 而且帮助他人 所以身边人也能跟着沾光 是神仙转世的面向 二 鼻梁挺拔有光泽 鼻子是看一个人财运的关键 财富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 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 女子的鼻梁挺拔 而且周围没有杂纹 鼻尖有光泽 是望夫又招财的代表 但是要注意 他们的鼻翼周围没有制裁好 这样的人特别是从商的 他们事业发展会比常人顺利 自己创业或是进公司上班 有伯乐赏识 上升较快 并且能够帮助他们的丈夫 家人出谋划策 是望运招财的面向 三 唇部饱满而红润 女子的唇形饱满有肉 而且色泽红润 是面向幸运的代表 我们现在人都追求 嘴巴长得小巧而薄软 这样的唇形较为好看 但其实相较之下 唇部丰满的人 人生运程更为顺利 这里说的唇部丰满 不单是嘴唇很厚 而是唇部中间饱满有肉 嘴形不大 但上下唇比例刚好 且呈红润状态 这种面向的女子 感情线很好 自信且热情友好 她们很旺夫 对丈夫的事业大有帮助 和另一半非常恩爱 是享福的名书 四 额头较宽 且没有褶皱 额头很宽 且光亮没有褶皱的女子 这是神仙转世的面向 这样的女子 她们性格很要强 对自己做什么事 都是高要求 因此 过得会很辛苦 但是受到众人敬仰 名声很好 她们的感情道路 前期发展有些挫折 太过要强 受男人冷落 她们虽然结婚较晚 但婚后很是幸福 和丈夫配合的好日子 越过越顺遂 总的来说 这是很好的面向 是女神仙转世的代表 如果一个人具备以上这些特征 同时还特别体弱多病 人生孤单的人 基本上就是神仙天人转世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面向 和这个人的实际状况 结合起来分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安苏 我们下期待 非常旨 臣 感谢观看